玻璃罐里这一块块像发霉的豆腐还能吃吗 当然可以啊 不仅能吃而且还很好吃呢 哺乳是中国独创的一道美食 又叫豆腐乳 通常用茅莓菌发酵而成 常见的主要有红方白方青方 好多样的豆腐 为什么还有发酵呢 豆腐在真菌发酵的过程中 蛋白质会被分解成氨基酸 能将蛋白质消化率从原来的65.3%提升至96% 同时还会产生其他豆质品不含有的维生素B12 而这种维生素能够预防抑郁缓解神经痛 还有助于提升记忆力 此外原本豆制品所含的翼黄酮 黄酮葡萄糖肝会转变成游离的翼黄酮肝源 其生物活性大幅度提高 还有助于预防冠心病 那这腐乳又是带菌又是带盐的 吃了真的好吗 腐乳在前期制作时 会将表面发霉的菌丝去除掉 而且大部分毛眉鼠无法在体温环境中增长 接种毛眉菌制成的表面 有白毛的毛豆腐 其实也可以直接煎炸食用 中国食物成分表中也有数据 每100克腐乳 白腐乳含那2460毫克 青腐乳含那2012毫克 红腐乳含那3091毫克 日常偶尔吃一两块是没问题的 但是一旦摄入过量 就有可能会对心血管打来负担 对心血管打来负担 对心血管打来负担